好 嗨 我有…我有一點晉視 可是我不是很晉視那一種 不是 她是有一個故事在後面的 就是有一天,我頭暈 我去看Israel,然後一次跟我講 我头晕可能是因为我近视 我就去验那个近视度 然后我其实就是闪光75度 卖眼镜的人就跟我讲 要防止他继续近视下去 所以你要戴眼镜 所以我只有在玩电脑 看书的时候我才会戴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来拍 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因为情人节要到了 现在是5号 下个礼拜多几天 这样就是情人节了 我刚学化妆不久 我没有画过眼线 我不会用眼影 反正就是一个很新很新的人 就刚好 刚好 我就 我就买了 Mascara 眼线啊那种东西 OK 我今天是挑战要 听着那个影片的配音 去画一个约会的妆容 虽然 我没有男朋友 还有 今天我要讲广东话 因为我看到很多香港人 就是有留言在我影片 可不可以用广东话做一集 可不可以用广东话做一集 所以我要讲广东话啦 因为我看过那条影片 是一个叫肥娃的youtuber 然后 跟着我 很喜欢肥娃的 哇好棒哦 看上去很臭 但是无所谓啦 这条影片我就是看过去的 呃那个 汤妞 我不知道它说什么啦 甚至我是这么多的 我的化妆本 眉毛方面 我多数都是买这些收眉 都自己收的 很方便啦 很容易控制 所以它是在收尾 现在 不知道有没有同一样呢 平时赶时间的话呢 我会将用来遮黑眼圈的遮瑕膏 直接拉到臉上 唇膏方面呢 我今次会用万寿雷敦的这一支变色潤唇膏啦 oh my god 所以它是不是 已经塗了 concealer 和潤唇膏 我不知道啊 我今次会用万寿雷敦的这一支变色潤唇膏啦 ok 现在呢 我要化妆了 但是呢 我真的不知道在说什么啊 but anyways 我要跟着我自己的一下 因为它说 直接把concealer放在它的面 化妆好像不可以这样的 第一步好像要用隔离箱的 所以呢 我先用隔离箱 我看不到那个镜头 因为有一个mic 直接在前面遮着 我是初歌来的 那对我 那现在呢 我就要来 额头要再多点啦 喔有点太多了 但ok的 好像怎样擦都擦不均匀啊 那怎样啊 好啦下一个步骤啦 我会将用来遮黑眼圈的遮瑕膏 直接拉到臉上 他没有说 怎样 将concealer放在他的面 这一步呢 我想都是自己来的啦 我看不到啦 其实 差不多是这样 我不知道在做什么 化妆是完全没用的 待会我要出去吃晚餐的 是在家附近的 刚才是说潤唇膏 我用的是 Jasaline 那擦这一只唇膏 就不用再用任何样的唇膏打底了 因为它本身已经很够潤 蛤 不擦啦 那擦 那有点 蒼白啊 很有的不心 很容易就勾画到我的眉形 ok 所以现在呢 是要画眉 我没想到它是很简单的一个妆 没所谓啦 我不知道啦 OMG 你看不看得到 那这个是我怎么听过的东西的方法 都很自然啦 对吧 那眼影的部分呢 我会用poly effect的这个浅啡色 入整个眼盖 然后再拉下去下眼 OMG 等一下我没听完 用这个 什么什么浅啡色 浅啡色是哪种色 浅啡色是哪种色 我是一个垃圾来的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的 我又不知道要用哪种去化 那淡漿的关系呢 我们就没有很多夸张的颜色改变你的眼型 所以我们就化得精緻一点点 剔起你的眼皮 用深啡色的这格 游好你下眼眉的位置 拉长 下眼眉 深啡色 等一下 但是刚才说浅啡色 游了整个眼角 但是我会用这颜色啦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浅啡色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 肚子整个 是不是这样 线啡色是他说的 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再拉下去下眼眉的位置 再拉下去下眼眉的位置 他是不是在说广东话 为什么我听不明白 啊 OMG 好像 眼圈很深的样子 用深啡色的这格 游好你下眼眉的位置 拉长 那就扮了天生眼睛 很心碎的效果 他应该是说 深啡色 应该是这个色 深啡色 是不是 应该是这个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画在这里 我很少看这些化妆影片 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在说什么 糟了糟了糟了 我不知道 好像我的妆融了 我这样 先滑一下 我尽力了 刚才我听到他说和蚕的部分 用白色 我会用这个去涂 但我不知道怎么涂和蚕 那和蚕的部分 用一些没有珠光的 白色和淺粉红色都会很漂亮 应该是这里 和蚕 再滑一下 随便吧 下一步 画一条内眼线 这条内眼线 我就不会直接拉长 我会将深啡色的眼镜 代替这个眼角的眼线 看上去就会很自然 很漂亮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总之他在说的是画一条眼线 grown black color 我试一下 我没有画过眼线 我看上去 其实它是有印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放不上去的脸 啊 哈哈 我做什么啊 现在呢 我用那个眼影去补一下 因为我小心先画了两条眼线 啊 我不知道啊 怎么办 那应该是用concealer去补一下 是不是 算了 你们其实看不到 是不是 好了 你们看不到就算了 那么滑 也是会脱黑色碎 脱妆啊 唯独是这一支呢 我完全没问题 即使是打热 OK 他说加这个Mascara 他说我摺眼睫毛 那些东西我没有 所以 哈哈 哎哟 为什么他弄到我的手呢 你看他弄到我整个手 都是 你知不知道那些人呢 他们被刀刺了一下他的手 去说他整个手都流血了 yes 我就是那些人 好了 有没有好看呢 我就是觉得我这个眼睛 好像我哭完之后的感觉 那这个妆呢 就不会让你变成一些很夸张的大眼妆 就会用KIKO这一支浅粉红色 他这支浅粉红色呢 就算你打多几层 他都不会一种很浓妆的效果 就是呢 听来说 打烟脂吧 那这个是我最懂的东西 因为它是最简单的 差不多了 好了 那已经完成了这个日常的妆容了 化完了 我这个嘴好像病了 这个发型呢 其实是超简单的 我想做这个 但是呢我不觉得我自己的妆完成了 一些都没有给我清純的感觉 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这个呢又不知道是在做什么 好像人家挑战那些画眼线 可以画多长那种比赛 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整个妆 那种美妆的video 不是会去了全国评价最差的美妆店画妆吗 就是我这些 最差的化妆师 是不是这件衣服很热 好了 那今天的video呢 就完了 希望我们喜欢看这条影片 祝你在2月14号这一天 不要感觉孤单 因为呢 自己一个人呢 可以生活得很开心的 好像我那样 一个废材 下条影片再见 BYE 我去卸妆了 我去看一下 我不会 我orc 我做的 不应该 做的 by bwd6